公主61岁生日这天 把裙子和头发剪得狗啃一样 就为了抗议国王不让他早恋 没想到国王更狠 直接把他嫁给一个又脏又臭的游地员 客人们简直不敢相信 难道国王是疯了吗 他可是全国最聪明的人 王宫里所有的机器人都是他的杰作 而且都像活人一样拥有自己的意识 但没人知道国王是如何办到的 直到一个游地员来送信 拉里拉他不说 还趁着没有守卫想在王宫里偷点东西 摸着摸着就来到了研发室 正好看到保险柜里藏着一瓶神秘的液体 结果拿到手上就被国王发现 一不小心就摔在了地上 瞬间蓝光闪现 整个王国跟着全部停电 几秒过后电力恢复 这也让游地员明白过来 原来国王能制造有生命的机器 全靠这瓶神秘液体 于是游地员威胁国王 如果不把公主嫁给他 他就把液体全部倒掉 没想到国王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 可公主肯定不会答应 直接叫来自己的小马鞠逃出了王宫 眼看到手的老婆要跑 游地员直接骑了个摩托车去追 公主一路朝森林跑去 一不小心就撞到了树上 追来的游地员别提多开心 直接把公主装进了麻袋里 可他刚想离开时 却被一只会说话的兔子拦住 接着口哨一吹 一只长着鹿角的怪物突然出现 吓得游地员扔下公主赶紧逃跑 一不小心掉下悬崖 把神秘液体洒到了水晶上 游地员伸手一碰被直接电飞 整个左手都失去了知觉 这个坏家伙拿着液体回去找到国王 让他说出神秘液体的秘密 否则永远都别想再见公主 无奈之下国王只能说出秘密 原来公主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 国王找遍了整个王国 终于在森林的深处找到了生命之泉 可他刚把泉水装进瓶子 生命之泉就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摧毁了整个山谷 游地员听后立刻让国王给自己做了一条机械手臂 并且利用泉水的能力 制造了一支机器人军队 然后让他们进入森林寻找公主 而公主此时正被怪物带回家里 一路上嘴巴说个不停 还说这里都是他家的地盘 把怪物烦得直接捂住了他的嘴巴 谁知道公主一口咬了下去 疼得怪物掉进了河里 见他不会游泳 公主也不能不管 他让小灯泡把绳子绑在怪兽的脚上 然后另一头捆住一块大石头 怪物终于得救 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 公主告诉怪物自己喜欢一个王子 和自己用书信谈了好多年恋爱 所以想让怪物送他去灵国和币有奔陷 一路上他们游山玩水 累了就在山洞里休息 公主打扮成怪物的样子开起了玩笑 可怪物看后却失落地离开了山洞 公主有些不解 兔子只好告诉他原因 怪物名叫加哥 小时候在丛林深处迷路了 就在他快要被冻僵时 生命之拳救了他 并赋予了他守护森林的职责 从此以后 加哥便尽职尽责地保护着森林 第二天他们刚来到生命之拳 就被机器狗发现 眼看公主就要被抓 兔子赶紧推下一块巨石 这才救下了公主 没想到下一秒 机器狗的大部队出现 公主和兔子赶紧逃走 一路上落石干掉好几只机器狗 唯独一只大狗穷追不舍 好在加哥及时赶到 直接跳到大狗身上一顿猛锤 没想到机器狗还在攻击 小耗子一看屁股有难 直接把树干啃了一圈 一脚把机器狗踹了下去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游地员已经通过飞行器发现了他们 当看到那一整片生命之拳时 游地员二话不说 直接把国王关了起来 然后召集所有机器人部队 朝着生命之拳出发 另一边的公主三人再次出发 一路的相处下来 加哥也渐渐对公主产生了好感 他送给公主一个口哨 只要吹响口哨加哥就会出现 不久后公主顺利到达邻国 他跟着王子的照片来到一栋大楼里 终于可以见到梦中情人 公主开心极了 可当他走进宫殿时却傻眼了 这王子一转身居然是个女的 原来公主心里的白马王子 只是这个女人书里的虚拟人物 并且这个王子还有无数的情人 每一份情书都是批量复制 公主听后瞬间就懵了 原来自己是个大傻子 这时手下闭上一份报纸 上面正好写着邻国公主的寻人启事 于是女人给公主安排了一个豪华套房 并把她软禁起来 准备找邻国国王换取高额悬赏 这时小灯泡让她吹响口哨 让怪物佳哥来救她 公主一听好主意 赶紧吹响了口哨 结果手一划把口哨弄丢了 小灯泡只好自己去找佳哥 而这时邮递员已经找到佳哥的树屋 还一把火给烧了 巨大的浓烟被刚回到森林的佳哥看到 他正准备回去抢救 就被匆匆赶来的小灯泡拦住 得知公主遇到危险 佳哥固步地回家救火 必心赶去解救公主 他不顾自己的危险 在钢铁城市里到处乱窜 直接砸碎大厦的窗户救出了公主 两人正准备离开 又被一群士兵拦住 就在佳哥准备动手时 作家突然出现 他被这场真实的美女野兽所感动 反正自己也不差钱 能见证一段童话的诞生也没什么不好 随后他们朝着家里赶去 突然又听到了兔子的哨声 佳哥赶紧前去救援 没想到刚一冲出洞口 就被机械手臂给抓住 原来是机器人大军已经找到生命之权 兔子也被游地员给抓住 并且用一台巨大的机器开始抽取泉水 佳哥想阻止 但一时间无法挣脱 这时老国王也逃了出来 没想到他在制造机器人的时候就留了一手 手里遥控器一案 所有的机器人全部瘫痪 就连游地员的手臂也掉了下来 公主和兔子赶紧替佳哥解开了束缚 看着好不容易得到的一切毁于一旦 游地员彻底失去了理智 他拿起泉水就倒在了手臂上 下一秒手臂就恢复了生机 但他并不知足 瞬间把他变成了一个石头人 佳哥跳上去被一巴掌拍飞 看到自己力量的强大 游地员更加飘了 居然对着生命之泉嘲讽起来 结果下一秒大自然母亲就展现出强大的能量 一个巨大的漩涡再次出现 直接就把游地员吸了进去 可他趁机把公主也拉进了漩涡 佳哥见公主有危险 也奋不顾身地跳了进去 最后在大火的帮助下 佳哥带着公主逃了出来 而游地员为自己的贪婪与狂妄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本以为危机终于解除 可随着生命之泉的干涸 小灯泡和小兔子都纷纷倒下 原来兔子也是依靠生命之泉而活 公主赶紧上前查看 结果自己也倒了下去 没想到他也是一颗机械心脏 原来当年公主无药可医 国王就用泉水造了一颗心脏 佳哥见状立刻跑到山顶 希望大自然母亲可以用他的生命 来换回公主和伙伴的生命 下一秒漩涡再次出现 抽走了佳哥的生命 他用自己的生命就回了公主 从此以后 公主每年都会来看他 替他清理身上的积血 然后轻轻吻上他的脸颊 但这次公主准备离开时 奇迹发生了 生命之泉再次涌现 并且重新赋予了佳哥生命 但这次他不再是那个怪物 而是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从此以后公主和王子 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我是咖啡 感谢你的关注 我们下期见